2022绝对震撼的史诗魔幻,只还望,力量之际,今天迎来了第一季的大结局。 回顾上期,在毛角族眼里,老头就是大家的伙根,于是,他只能被迫离开。 同时,阿卫寻求开发秘银的合作,因失败告终,矮人并不愿意堵上自己的宝藏,而阿达尔的计划也如愿以偿。 利用火山,他成功将中土大陆变成了魔多,回到故事。 离开毛角族后,老头只身来到了大绿林,看到诺瑞送自己的苹果后,老头向了沉思。 就在这时,他看到了孩子的身影,老头赶忙追了过去,还以为对方是诺瑞,没想到,眼前的诺瑞竟然是女巫幻化的。 至此,老头的身份在女巫的口中得到了确认,他就是索隆大军。 之前的失败,让索隆的记忆被封印,女巫找到他,就是为了接他回到自己的领地,只有遥远的东方才能看到星座的位置。 届时,所有人将在卢温之地,知晓他的真实身份,索隆也将恢复所有的法力,大地将陷入黑暗,一切也将沉浮于索隆。 因为还没有学会掌控自己,所以女巫先将他迷晕了过去,而这一幕,全都被诺瑞他们看在了眼里。 此时,小二人们并不知道老头的身份,在引开两名女巫后,诺瑞偷偷溜了过去。 殊不知,老头是女巫幻化的,掩护诺瑞逃走的时候,女巫又暗器射中了组长,而诺瑞也被抓住。 眼看女巫就要动手,关键时刻,老头突然醒了过来,她用强大的魔法打断了女巫,可下一秒,她就被女巫用魔杖控制住。 女巫用魔法将锁龙击鱼,就当她想上前唤醒老头的时候,埋伏的胖牛用石头进行了偷袭,这把女巫直接惹猛。 借着一旁的火苗,女巫展开了疯狂的报复,摊火音点着了周围的森林,瞬间这里就变成了一片火海。 情况危急,诺瑞捡起地上的魔杖,递给了老头,老头只是让孩子快逃,可诺瑞却在一直鼓励,只有自己才能决定自己的善意。 为了保护这些小家伙,老头最后还是拿起了魔杖,在她的法力加持下,大火被老头瞬间吸密。 原来,老头并不是锁龙,而是主神维拉派来凡间帮助人类的巫师,谈强有力的圣光。 瞬间融化了这几个女巫,危险解除后,大家也迎来了光明,为了解开自己的身份之力。 老头必须前往卢恩寻找答案,不过有专业人士分析,穿着灰袍的老头就是肝道夫。 见老头如此坚持,诺瑞也动摇了,毛教族决定按照既定路线赶路,但诺瑞的父母早就看懂了女儿的心思。 他们将行囊交给了诺瑞,希望她能够一路平安。 依依不舍地和家人道别后,诺瑞携手老头,一同踏上了前往卢恩的道路。 在努门诺尔岛国,病重的老国王已经奄奄一息,为了留下他最后的荣光。 阿雅在踏前替他笑笑,老国王在弥留之际,把阿雅当成了自己的女儿,并希望她能与精灵团结。 不然,岛国就将陷落拖着腐朽的身体,老国王为阿雅打开了密室,而阿雅也见到了真知水晶。 还伤,女王正向岛国逝去,因为火山灰,女王的眼睛已经失明,战争带走了船长的儿子。 这让女王多少有些愧疚,但船长并不后悔,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。 他将与女王一道共赴黑暗,不久,他们抵达了港口,但满城都挂上了黑布。 可见老国王已经撒手人寰,这个消息对于女王来说,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。 另一边,小美带着小帅回到了精灵城,在精灵的权力抢救下,小帅得到了及时的救治,但小美也将中州的战货带到了这里。 可眼下,精灵圣光已经被黑魔法笼罩,为了破解眼前的困局,大家都陷入了迷惘。 但小帅的提议却给了工匠领主灵感,领主一心想追逐秘银的数量,但何不做成合金强化她的能力? 这个点子瞬间让领主看到了希望,领主向国王提议,将仅有的秘银结合宝石合成王冠,打造一种近乎无限的力量,时间紧迫。 精灵王对此逼得很紧,可领主却宣泄了心中的不满,还提到了一句,让小美记忧心的话,打造的力量来自于精神,这将肉体受光于汤。 这句话和当初阿达尔说的一模一样,小美感到非常诧异,她也从中嗅到了不好的苗头,在阿伟的争取下,精灵王最后答应给他们三个月的时间,随即,领主开始着手设计和制作,而小帅也参与了其中,渐渐的小美对她产生了怀疑,私底下,她让精灵找出关于凡人王国的所有记录,结果转头小美就遇到了小帅,对于小美的帮助,小帅表达了真挚的感谢,但梅语间似乎又是话里有话,这让小美有了一丝不安。 而领主的锻造又传来了失败的消息,宁营太过过傲,并不愿意和此等旷世融合,但小帅认为,宁营更需要的是引导而不是强迫。 就在这时,手下找来了关于凡人王国的记录,小美研读过后发现了端倪,南方大陆的血脉早在千年前就断了,那么小帅到底是谁呢? 小美的直觉告诉她,眼前的男人就是锁龙,她拔刀刺了过去,但反应神速的锁龙,直接把她带入了幻境。 来到小时候的家人,小美还见到了自己的哥哥,但她心里清楚,这是锁龙侵入她大脑的结果,锁龙试图用这些伪装洗脑小美,可意志坚定的小美并没有动摇。 眨眼的功夫,两人又来到了那天相遇的海上,锁龙还以小帅的口温红片,但海面的倒影就已经出卖了她的身份。 锁龙要让小美成为中州的女王,但她怎么可能接受? 就当小美要动手的时候,她瞬间被锁龙沉入了海底,眼看小美就要窒息,感到的阿伟把她拉出了水面,小美还以为是幻想,直到阿伟说出小时候的相识,才让小美回到了现实。 就在这时,灵主已经完成了宝钻的融合,担心了小美立马赶了过去,见到小美落水的样子,灵主问起了原因,小美虽然遭到了小帅的袭击,但她并没有戳穿她锁龙的身份。 为了保存的安全起见,小美建议打造三个,这样力量就达到了平衡。 为此,小美还献出了哥哥的匕首,放下心中的牵挂。 小美割舍了那份伤痛的回忆。 最后,秘因成功融入了河城,就在灵主忙着锻造的时候,阿伟却从小美的焦虑中发现了河边的秘密。 她急忙赶到了锻造台,可三枚力量之间的魅力,直接迷住了阿伟。 而她想说的话也咽了回去,魔多的出现,让锁龙有了归宿,带着小帅的肉身。 锁龙前往了魔多,至此,第一季完结,整体来看,力量之间的头确实是大手笔。 但剧情发展过于缓慢,遭到了不少网友的诟病。 加上人物关系庞杂,铺垫冗长,到目前为止,某半的评分已经跌破了七分。 制作虽然精良,但却缺少了更多吸引观众的点。 话说,你们对这部魔幻史实感觉如何呢?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